记者罗陵军台北报道 一人秦阳开拍两岸一家秦电影五部曲 昨、21举行首部曲台湾演员见面会 小彬彬温昭宇带助儿子迷你彬站台 据悉小彬彬将以本人身份客串 饰演金门民宿老板秦阳的住客 秦阳说 彬彬在现实生活里面 很认真为工作为事业打盘 可能疏于照顾小孩子 我希望在电影里面用他真实身份 带助小孩到金门度假旅游 弥补现实生活中的遗憾 并表示父子对手戏会有喜有泪 为首部曲注入温情 电影预计11月28日在金门拍摄前导片 就独接受国中的小小宾客业压力颇大 怎么请假拍戏 小彬彬表示客串性质的演出 不会占据太多时间 预计花一个周末金门 台北来回 学校和拍片两边不耽误 小彬彬也透露 儿子在学校同柴压力比较大 在竞争的氛围下 回家都很自动自发念书 先前他那壶羊肉炉餐厅 因经营不善收摊 另一件长安东路的彬彬政绩 由知名连锁烧烤店老板出资300万 专行成火锅加烧烤的店铺 重新开张三个多月 至于生意好不好 小彬彬表示二楼的店面蓝客不易 目前还在努力 每个月又赚到自己的月薪就不错了 两岸一家亲见面会 左起小彬彬 迷你彬 秦阳 记者罗陵军社 两岸一家亲见面会 资料照